Hello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最近知不知道 現在炒得很厲害的逃犯條例修理呢? 因為某一陣台灣殺人事件 引起香港要修正逃犯條例的千層浪 大家知不知道 逃犯條例和他所涉及的引渡道理是什麼? 這就是Peter冷知識 我會跟大家說一下 什麼叫做引渡 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先假設一個白人在中國前 老中最願意被封緝 但他在被封緝之後 當然逃亡了 一路逃到澳大利亞 然後澳大利的警方就涉及非法入境 把他拘捕了 問題來了 中國政府想出這個罪份 帶回中國手上 但當地沒有執法權 老大利亞 想審判他是中國的案 但他沒有審判權 那要怎樣做呢? 於是 就誕生了 引渡協議 什麼叫做引渡協議呢? 引渡是自己一個管轄區 落了被控或被判 犯有另一個管轄區裏面犯罪的人 交給其抓法部門行為 應該是兩個司法管轄區之間的合作 抓法程序 通過引渡程序一個主權管轄區 通常另一個主權管轄區 被請求管提出正式請求 如果他被請求過領土內發現 逃犯則被請求過可以逮捕逃犯 並可以令他接受引渡程序 逃犯將受到引渡程序取決於 對請求國的法律和關聯 即是表示 就算犯人的即使逃犯 都仍然難度中國法網 以香港為例 香港私有和十幾個國家 十八個國家簽署引渡協議 包括 澳洲、加拿大、新西蘭、英國、 美國、菲律賓、印度、荷蘭、新加坡、 印度、尼西蘭、馬、西亞、 斯里蘭、葡萄牙、韓國、 愛爾蘭、德國、南非和芬蘭 所以現在明白了嗎? 修正逃犯條例和引渡 其實沒那麼可怕的 這就是本集內容 如果你喜歡的話請按LIKE 分享 還有更多人知道的話題 還有請訂閱 這是我最大的鼓勵 謝謝